这是慈禧在紫禁城被外国记者偷拍到的唯一一张真实画面 当时是1900年八国联军闯入北京 狼狈西桃一年后归来的他 面对着记者的偷拍 慈禧和他的随从等人还在傻傻地发响 不时地还举起手中的丝巾 向偷拍的记者打着招呼 仿佛一路西桃去旅游归来一般 注意看这张是光绪皇帝流逝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 他随慈禧西桃归来后进攻前 光绪皇帝的反应比较快 他在下降后并没有太多的失影 也没有左步右盘 而是快速地进入宫内 当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的时候 慈禧太后仓促化妆后带着光绪皇帝 皇后以及贴身宫女和太监 打扮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逃往西安 一路上狼狈不堪吃尽了苦头 这一段历史在锦山日记有详尽的记者 同时军机大臣王文韶也有文字记录 两者相互印证了这一段历史 路途中一次实在受不了的他终于爆发了 感叹地说近日沦落至此 令人羞愧难当 昔日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 外出逃难眼睁睁看着自己宠爱的杨贵妃被手下人处死 爱莫能助 我金玉的处境 比起唐玄宗有过之无不及啊 同是皇家人的他们 相对比慈禧的这次遭遇 你觉得值得可怜吗